敬礼 了名和尚 敬礼 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 十六四大爆发王喀玛巴 敬礼 图灯大吉上师 敬礼 寒陈三宝 敬礼 仙东妈 阿松妈 拉夫拉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及各位同盟 还有网路上的同盟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中国中 中委会会计师 特丽莎师姐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 徐雅琪师姐 中华民国乔务顾问谢明芳师姐 中华民国乔务顾问曼贤辉先生 阳光武共团 陈炎如师姐 那这里先通知大家 下个礼拜天 十月二十二日 下午三点四 就是普八金刚 附魔法会 就是吉利吉拉雅 吉利吉拉雅 附魔法会 那普八金刚的首印呢 是室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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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德金刚首印 那么交叉的就是 艾染明王首印 两个分开的 就是地藏王菩萨首印 就是金刚亚首印 金刚亚首印 这里面就有很多分别 菩巴金刚 大卫德金刚 艾染明王 地藏王 金刚亚 都是这个首印 它的种子是蓝色 蜂 蜂是蜂金刚 是蓝色 它的咒语是 蜂的蜂 短售是 蜂的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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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大家 下个礼拜天是菩芭金刚 那今天我们做的是四面空行目 这一坛的附谋 法力超强 法力超强 那最主要呢 它本身是四面空行目 它的根源来自于波叶佛母 来自于都戒帕母 也是金刚骇母 跟四面空行目 它是这三尊 是所有空行目的头头 波叶佛母 就是金刚骇母 跟这个四面空行目 都是可以讲是所有空行目的头头 那金刚骇母 它有降伏的法力 四面空行目 也具有超能力的降伏的法力 这个是四面空行目 非常有法力的一尊 为什么用四面空行目 为什么用四面来代表 因为狮子是所有野兽当中之王 没有人能够胜过狮子 没有人能够胜过狮子 这里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 狗跟狗比赛哪一个比较强 结果有一只狗 哇 一直打赢 打遍天下无敌手 当然 但是他看有一天 他看到有一条这个 这个托毛狗 这个躺在这个屋檐下 在那边很懒散 那这个狗王走过去的时候 他也没有站起来跟他敬 他就跟他挑战 他说 你怎么 没有像我这个很尊敬的样子 而且非常的懒散 对我非常的不礼貌 他就跟他挑战 这个托毛狗非常懒散 他就稍微翻了起来 啊 你想跟我打架 那只托毛狗说 好啊 可以啊 随你了 那两只就打架 就开始打 没有两下 那个所谓的这个拳王 那个这个狗王啊 一下子就被这个托毛狗给他打败 他很惊恐 他说 从来没有人能够打赢我的 你既然这样子一只托毛狗 为什么你那么强 那只狗就这样 我还没有托毛以前 人家都称我为狮子 所有的人都叫我是狮子 狮子非常的强 狮子非常的强 也就是寿宗之王 他威力非常的猛 四面空行母就表示 他是空行母当中 威力最猛的一尊 有时候四面空行母是一尊出现的 今天是三尊出现 三尊 他就是这个灵马派 洪教三大护法一起出来 那就是仙东妈 就是十面空行母 阿松妈 就是一级活母 拉夫拉 就是拉夫拉尊者 拉夫拉就是拉夫拉尊者 洪教三大护法一起出来 所以今天 今天的这一场法会 是法力是非常强的 超强的 在我们方言五十里之内 所有的鬼末全部要逃顿 五十公里之内 方言五十公里之内 所有的鬼末全部通通漆足干净 这一尊啊 他有两个法 两个法非常 非常重要的 那个两个法 我看一下 哦 他的心啊 他的心记这边 他的心记这边 会发出蓝色的光片 光片 也就是他的咒慢 他的咒语 会发出蓝色的光片 蓝色的光片 那个光片呢 是非常轰烈的 像旋转一样出去 一直旋转出去 一直旋转出去 大家知道的 这个 2016年 10月3号 10月3号晚上 千金万马的鬼末 到我家里来 到我家里来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有做结界 四方都有不动名簧 做结界 不动名簧 现身 手持 宝剑 双目 愤怒眼 上面 上面的牙齿 老 这个 疗牙 向下 下面的牙齿 老牙 向上 南摩 山万多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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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做这样子 结界 四面都有 都有不动名簧 然后呢 我在做结界 这个 也就是荡力金刚 Om Mahabalaya Hom Hom Pay Om Mahabalaya Hom Hom Pay Om Mahabalaya 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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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 都是在屋顶上 屋顶上 屋顶上 全部都是 Mahabalaya 大护法 那天晚上 千金乱马来 出现一个 蓝色的旋转的 这个咒慢 他飞出去 所有的头全部砍掉 在头上面绕一圈 头就掉下来 绕一圈 头就掉下来 一直扫过去 千金万马 每一个都没有头的 千金万马 全部没有头 在2016年 10月3号的晚上 因为XX讲了一句话 去 把卢生燕摆平 结果摆不平 没有摆平 前金覆没 来的 前金覆没 全部是这个 这个网 一个蓝色的 这个光网 就是很薄很细的那个刀 一直在旋转 全部飞出去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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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头全部断 所有的鬼头全部掉下来 全部断到光 有几尊啊 这个 有几个鬼逃得快的 还好 还好 逃回去报告吧 真的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 这是血流啊 血流啊 如海 血流如海 血流如海 尸首啊 如山 自从那一次以后 叉叉府的所有的千万兵马的鬼众 没有一只敢来找尸尊 我跟他们喊啊 喝大卖照 有胆的不要跑 有胆的不要跑 你们不要找我那些善良的弟子 要找就找卢师尊 为什么你们没有胆找我 因为石尊有护法太强 护法太强 有这个光啊 利剑的光网 出去 大片的蓝色的光网 全部都是利的 利刀这样子旋转 这样子旋转了 碰到了 头就掉下来了 来不及跑了 全部都完了 这是第一个 十面空行母 这种的心迹啊 它本身有蓝色的利刀的光网 只要念它的咒语 它这个光网一出去 所有的鬼没全部逃顿到 连一只都没有 它有那种能力 它还有一种法器 在它身上便没有显出那一种法器 它有卡尘卡 有嘎巴拉 有这个叶刀 但是有一种法器没有显现出来 这种法器就是在狮子的本身的双耳 它就是一种拔 什么叫做拔 好 我们不是以前在 變成肉餅 肉餅 變成肉餅 你知道嗎 變成肉餅 醬 就死了 這鬼沒的頭趕來 像那個小鈴啊 像這個沒有中用的小鈴 這個什麼是印假 根本 你看那幾支揮鏢算什麼 對不對 這個嗆一聲 他的耳朵都聾啦 嗆一聲 什麼中春一五 中春一五 這個嗆一聲 渡邊一郎 這個嗆一聲 這個黃金錢 嗆一聲 這個靈良知 這五個鬼頭啊 全部都耳聾了 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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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五個鬼頭算什麼 有本靈就來找我 不要找我那些善良的弟子 擺平就要擺平儒聖宴 儒聖宴你如果擺不平呢 生活中還好 所以他有兩個法 這兩個法很厲害 十面空心母一個是用 用嗆 嗆 那鬼頭就死了 就變成肉餅了 另外這個 藍色的晝日的光網 出去像飛刀一樣的旋轉 那個頭都砍下來 這個叉叉虎算什麼 應該改名字 就是小鳥虎 小鳥虎 你是Potato Potato還算大的啦 Pinn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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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是Baby的Pinnaz 你的叉叉虎是Baby的Pinnaz 叉叉虎是Baby的Pinnaz 一口就把你吃掉 告訴我 養鬼自重 他養了鬼啊 就以為他是老大 他不知道抓鬼的老祖宗是 盧斯敦啦 養鬼自重 他養了鬼啊 就以為他很大啦 就很了不起啦 就起不了啦 呵呵呵 呵呵 欸 實在不想 實在不想跟他玩 老實講 跟這些鬼玩 有什麼意思 但是他欺負我們啊 欺負我們的這些弟子啊 讓我們晚上沒有辦法睡啊 然後再來啊 再來啊 再幾天啊 一個比較嚴重的 告訴大家 那個 今天中午講的那個 住在美國 中部 快東部了 紐西蘭 新西蘭 不是 紐澤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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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叫什麼名字 李小賴 李小賴 姓李就可以啦 不要把名字都講出來 那姓李 他是那裡的義工喔 他是 他是那個 他那邊的義工 叉叉那邊的義工 卡那陰以後 他的想法是什麼想法 那個鬼啊 在他的耳朵旁邊講 你去買槍 看見人就把他殺掉 這個 這不是欺負人嗎 你知道嗎 我們那個 那個 紐澤西蘭這件事情 我還在查呢 是不是你的鬼搞的 你們這個 紐澤西州的這個 姓李啊 姓李 我在問世的時候 他站在我旁邊跟我講 他說 師尊 我告訴你 我卡了陰 一個念頭出來 鬼在我耳朵旁邊講 去買槍 看到人就打 他把他壓制下來 把這個情緒 他觀想世尊駐頂 然後念世尊的心咒 把這個念頭整個給他棄除掉 你看 你的鬼啊 這麼嚴重 已經到了這樣子 無法無天的地步 你還養 實在啊 不玩都不行 我不跟你玩都不行 欺人太甚了 你知道嗎 欺人太甚了 我本來是無視道人 我本來是無視道人 你這樣子做 害了很多人 沒有辦法睡覺 然後呢 受干擾 再來呢 有死的念頭 然後 每一個人都跟我講 每一個人都跟我講 在耳朵旁邊跟我講 氣死吧 你氣死吧 跳樓的 有幾個跳樓的 有幾個自殺的 已經都到了這樣子的地步 已經都到了這樣子的地步 你還養 還養那些鬼 還想說叉叉湖都是將軍 他們都已經變成將軍 再來再進一步 他是要到西方 極樂世界 馬哈雙蓮池的 一個他板 你進了叉叉湖 然後就可以到了 馬哈雙蓮池 一個他板 你進一步講 你叉叉湖 就等於 馬哈雙蓮池的淨土 都是你講 這行嗎 不行 告訴你 他還講 他還講 來到這個西雅圖 雷葬是環境的 都是叛徒 來到西雅圖 根本上是這裡來環境的 都是叛徒 什麼叫環境 環境就是 你被污染 來這裡求師尊 給你加持 然後讓你變成清淨 你的污染 棄除了 這個叫做環境 來到師尊這裡 環境的 全部都是叛徒 那你要把他們 全部都變成鬼啊 才是啊 想一想看 我真的有點搞糊塗了 我是不是叛徒 我真的有點搞糊塗了 到底你是叛徒還是我是叛徒啊 我突然之間啊 迷失方向 你知道嗎 迷失方向啊 欸 我是他的弟子嗎 我迷失方向啊 到底是我歸於他還是他歸於我啊 那誰是叛徒啊 還好你們提醒我 真的 我已經完全迷符了 講這種話 這是什麼話 這唐捕復的古話嗎 來環境的全部都是叛徒 太過分了太過分了 他還講呢 他還講呢 這個蓮花春飛啊 是 給師尊洗腦 蓮花春飛給師尊洗腦 那春飛師姐在哪裡 我什麼時候給你洗頭啊 我什麼時候給你洗頭啊 你也不是理髮師對不對 也不是用水洗我的頭 什麼時候你洗過我腦 他說你是幫我洗腦的 好啦不談了 要談這個 我們四面空心母厲害喔 你看他的咒語 告訴大家 剛剛咒語那麼大聲 其實是不可以的 阿加沙馬 拉扎沙達 拉扎馬拉亞 嘿 要在心中默念了 不可以喊出來 因為喊出來 龍王都會嚇死 嚇破龍王的膽 師面空心母不能在海邊念喔 規定了 因為龍王都會被嚇死 龍王都會翻起來就死掉的 龍王都會翻起來就死掉的 他的威力喔 非常的大 不能在海邊念 一般來講 念這個咒 只能夠在心中默念 他還有回哲咒 回哲咒也很厲害 以後你們念這個咒 念回哲咒 如果那個 他說 好 去西雅圖 你們去西雅圖 把西雅圖的會計 蓮織法師 給他搞定 那蓮織法師怎麼辦啊 他半夜都會跳起來 你趕快練一個回哲咒 然後 變成他被搞定 變成他被搞定 十日不多啦 十日不是很長啦 你自己想一想吧 我跟你講 十日不多啦 這四面空心母的咒語 一般是心中默念就可以 或者很小聲的念就可以 不用那麼大聲念 那麼大聲念 你看這方言百里 五十里之內 所有的鬼末 全部通通都逃遁 全部沒有 剛剛那個聲音太響了 這裡面講 祖師蓮華神大師 在北印度森林裡面 跟五百名的外道道法 這五百名的外道也都是 每一個都是咒詩都會念咒的 後來 十面空心母顯現 受於蓮華神大師 受於蓮華神大師 最威猛的回哲咒 所以十面空心母是蓮華神大師的上師 也是祂的 也是祂的復法 也是祂的本尊 這道理在這裡 十面空心母出現幫助蓮華神大師 幫過蓮華神大師 祂有最威猛的回哲咒 祂還講呢 昨天我講過了 我們祖廟的姚詞金母早就不見了 沒有關係 祖廟的姚詞金母早就不見了 我們還有山莊的姚詞金母 還有蒸活蜜艷的姚詞金母 還有南山亞瑟的姚詞金母 還有這個我們這個 這護摩寶殿這裡還有姚詞金母 前面也有姚詞金母 我們姚詞金母很多很多的 不是只有祖廟的姚詞金母這一尊而已 而且祖廟的姚詞金母 而且祖廟的姚詞金母這一尊 最靈最威最偉大的姚詞金母 不是你說了算啦 是我說了算 很簡單啦 對不對 姚詞金母 手勾 用來 做現場 剛才這把 nước 冒漸入 这不是来了吗 我说了算 他明明就在我面前啊,哪里说早就不见了 你还是在霍兰嘛 不要再谈你了 我们谈一下道果 我还要告诉他差一点 姚慈金母下降在台湾花莲 他的总堂就是慈慧堂 慈慧堂总堂 慈慧堂总堂的姚慈金母 还是我加持的呢 那一天一起去的 去这个总堂姚慈金母的有谁? 有没有人在这里? 连泽 连子啊 有去啊 那你看到 哦 毕验是 法师 我加持姚慈金母的时候 你们在不在? 在 在 姚慈金母 慈慧堂总堂的姚慈金母 总是如是尊加持的 跟你讲得清楚一点 他下降 姚慈金母下降 就是在那里下降 那么这边就是慈慧堂的总堂 这边是圣安宫的王母 两个都是一样的 王母跟金母同样的 因为他属西方 所以才叫金母 他本来就是王母 我们谈道过吧 一所依法 若依既所依之寒藏者 依合法而住 如花与花香同一 成住而无益 告诉大家 他用花跟花香 花 花 Flower Flower 花 跟花的香味 能够分开吗? 不能够分开 不能分开 不能分开 花香如果没有花 是没有花香的 有花才会有花香 这是两个在一起的 无益 不适 不依 也不益 不依 也不益 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花香 跟花 当然不同 这就不一 不益 就是说 两个是一样的 没有花 哪来的花香啊 有花香 也不能没有花啊 所以就叫不益 就是龙树菩萨的中观 告诉大家 不益 不益 就是龙树菩萨的中观 你依照这一种 龙树菩萨的中观邪 去讲 就是佛法 大圣佛法 这是什么啊 金刚灵 它本来是一块铜 是铜啊 它的本体就是铜 造成形象就是金刚灵 它的作用就是 这三个东西啊 不一 不一 不是一样的 你说铜 就是金刚灵吗 不对 铜 就是 就是金刚处吗 也不对 这个没有金刚灵 这跟这个声音 它会产生声音出来 这就是它的作用 这个叫做提 像 用 提啊 就是本体 就是铜 像 就是金刚灵 用 就是发出声音 我们写佛也是一样 我们 身体是一个体 但是里面呢 那个种子呢 是佛性 是人的身体 那你修了法呢 就产生光 这个是不一跟不义 不一不义 就是中观 跟大家讲龙树菩萨的中观 就是这样 这样了解不了解 所以叫 依所依法 依所依法 什么叫做所呢 就是你的身体啊 你的身体 因为你修了法 依了法 你才能够成为菩提啊 是靠你的身体来成为菩提的 这里面写的 能所相属 以秘密心所集之习气 细成熟于内心 内身 内身成熟后有外境 又外境所有者借聚于内身 内身 具足者互存于秘密心 我跟大家讲 刚刚我表演的 本体 同 外相 金刚灵 作用 就是这一句 能所相属 能所相属 这一句话的能所相属 道国里面讲 你这个佛性 里面被污染了 成为习气 这个习气啊 成熟在你的身体里面 你内心成熟以后啊 又有外面的环境影响 外面的环境影响 又外境所有者借聚于内身 所有外聚的所有者 其实都是你心本身的显现 你内身里面聚有者 互存于佛性 讲了这么多啊 让大家都不明白 我这样子讲禅 你们就明白 这个本体就是同嘛 就是佛性就是同嘛 那构成的外相就是一个人嘛 他的作用就是 KANG嘛 KANG的一声就是他的作用嘛 那你如果不好的东西污染呢 当然啦 你的身体也污染了 佛性也污染了 这个KANG也污染了 就是这样子 我这样子解释最清楚了 我这样子解释最清楚了 我们请叉叉来讲道果 请他来讲道果 这个要学佛啊 学很久 你要师父亲口讲 你才懂得 你一天到晚跟鸟 跟狗讲话有什么意思 跟猫讲话有什么意思 跟乌龟讲话 对不对 有什么意思 佛华吗 狗话 猫话 鸟话 不是佛法 不是佛法 告诉你 跟鸟兽讲话 很了不起啊 不是佛法 只在弦耀 那叫做弦耀 显易负重 你真的能讲话 还叫做显易负重呢 释迦牟尼佛来 就真的把你 敲你的头啊 真的 你邪那些干什么 成佛吗 真的 我还懂得屁话了 若问依何成因细 答 若此寒常 不依殊胜方便法之言 则成为轮回之音啊 若依殊胜方便法之言 则成出苦涅槃之音 你没有遇到佛法 你就是轮回之音 你遇到佛法 就是出苦涅槃之音 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判别 就是这样子来的 这个老人院里面啊 两个老人谈恋爱 两位老人认识好多年了 一天 这个老头子鼓足勇气 问老太太 你愿意嫁给我吗 老太太想来想回答说 我愿意 第二天早上 老头想不起来 老太太 老太太是怎么样子答复的 只能打电话问她 老太太想一想说 我说的是我愿意 老头听啊非常的高兴 但是没有想到老太太又继续讲 幸好你打电话给我 否则我都记不起 谁向我求婚 这就是失忆啊 两个人 两个老人家都失忆啊 真的 有一天呢 师尊也失忆了 师母也失忆了 到时候怎么办啊 到时候 反正我出去外面 我走出门外 我就 没有回来了 那时候我去哪里啊 我到世界去旅行去了 等有一天回来的时候啊 师母的时候就讲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阿密道文 失忆啊 有一次乾隆皇帝叫季晓兰跳江 季晓兰讲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于是他就跨过栏杆 可是一下子他又爬上来 乾隆问他 为什么不跳下去呢 季晓兰讲说 他碰到了七元 七元跟我说啊 他当年跳江啊 是因为没有英明的君主 所以他才跳江的 所以他才跳江的 然后七元他就问季晓兰 你是不是碰到没有英明的君主 这季晓兰想一想就爬起来了 这个人很聪明 很聪明 季晓兰真的是很聪明 我看过他的书耶 我看过季晓兰的书耶 叫什么书 季晓兰写过什么书 问你们 季晓兰写过什么书 看过他书的几首 欸 你们在看电脑 在看手机 不准看手机 我看过他的书 夜为草堂笔记 夜为草堂笔记 夜为草 夜 就是 夜书的夜 夜为草堂笔记 季晓兰写的 师尊看过的书 你们都没有看过 其实我真的看了很多书 真的 除了佛典 佛典我也看了很多 《大藏经》我全部看过 我告诉你 问问叉叉 他看过《大藏经》全部没有 问一问 一定是狗教他的 人肯定他 他说 就是狗相摆了 糟糕了 那我不是变成狗嘛 有三个人到早餐店买早点 第一个跟老板讲 老板我要一个蒸蛋 蛋不要蛋饭 老板就照着蒸了一个蛋 第二个人也跟老板讲 老板我要一个蒸蛋 蛋不要蛋白 老板也做了 但是他已经不耐烦了 轮到第三个 老板就不客气的问他 你呢? 你的蛋要什么东东? 第三个人有点胆怯 我的蛋不要蛋壳 这个很有意思哦 蛋黄、蛋白、蛋壳 不一啊 你知道不一吗? 它们不是同一个东西 蛋壳跟蛋白、跟蛋黄 当然不是同一个东西啊 但是不一啊 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就是 龙素菩萨的宗观 它从 它本来它的经典已经很厉害了 它能够知道中观、中观鞋 就是这样子来 它从 它从 它本来它的经典已经很厉害了 后来 大龙菩萨带它 到一个地方 到它的家族的地方 龙素菩萨 那家族 那家族 那家族那 那家族那 就是凡文的龙素 那家族那 那家 就是龙 素呢 它因为在 周那的素 底下出生的 所以就叫做龙素 龙素菩萨 中那素 底下出生 那家中那 八宗之主 八个宗派的祖师 最有名的就是龙素中 那么它的这个 它的论 它的龙素的论 十二门论 宗论 百论 十二门论 百论 是它的弟子做的 还是十二门论 它的 它的弟子是提博 独眼提博 只有一个眼睛 它的弟子是 只有一个眼睛的提博 叫做独眼提博 很伟大的 我告诉你 中观是哪到哪里去 都是中观 它的中观 是厉害的 老伯问老公 老伯问 亲爱的 如果有一天你失弃了我 你会有什么感受 老公就讲 哎 就像炒菜没有来盐 就像炒菜没有盐 老婆讲 哇 你真的很有邪问 很有文采 哎 是说失弃了我 从此生活就少了滋味 老公就讲了 他 他没有公开讲 他回头 小声地讲 傻瓜 我会再去买一包盐 你看哦 榕树的中观是什么样子 滋味 盐 糖 柴 柴 Grund 有盐 江出差 一点一滴 都是幸福在花芽 月耳 弯弯 爱 滴萨 于南明 什么都不差 真的 你有龙树的 这个中观的 这种邪问出来的话 在你身上 不得了 你不得了 现实的社会 也是佛法 圣意地的社会 也是佛法 佛 佛 心 跟众生 三无差别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你会不会 心 佛 众生 三个是没有差别的 那是龙树菩萨的宗观 显现出来 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 其实是同一啊 是不一啊 也是不义的 再告诉你们一个龙树的宗观 课堂上有一位副教授问学生 一个碗 装过猪大便 洗干净拿来装饭 你们吃不吃 一个碗装了猪大便 然后再洗干净再来装饭给你吃 你吃不吃 你吃不吃 学生讲说不愿意 那这个教授又讲了 保证洗得很干净又消毒 愿不愿意 学生还是打死也不愿意 那这个教授又讲了 那就奇怪了 为什么你们愿意吃猪肠 这是同一个道理啊 你如果了解龙树的宗观 你就晓得了 其实是你的念头的问题 是你自己本身念头的问题 你低等啊 你敢吃啊 那猪大肠你都敢吃啊 那不是装过猪大便的吗 对不对 不过是洗干净而已啊 你碗把它洗干净啊 还是一样的 碗洗干净装过猪大便 你洗干净 就等于猪大肠啊 那两个虽然是不一样 是不一 但是也是不一 猪肠跟那个碗是不一 不一样 不一样没有错 也是不一 也是不一 同样这个道理 都可以吃的 都可以吃的 是笑话 但是也是在叫大家中观 放些以后 儿子就讲 妈 老师比我还笨 妈妈就讲 别乱讲 儿子就讲 我没有乱说啊 老师写的字 我还看得懂 我写的字 老师看了半天都看不懂 好啦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妈的便利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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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